好,那么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说啊,继续往下说呢,我们给大家说呢,就是我们这个流程里面的啊,这个数据库的设计啊,那么这个数据库的设计呢,我们说它在整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很关键的一步啊,我要分析我这个项目里面要有哪些数据表,表之间呢,有什么样的关系啊,表里面的字段啊,是什么,我们下面就带大家啊,进行一个分析啊,那么我们呢,还是按照我们模块来划番啊,先从这个 用户模块啊,开始呢,分析我们这里面的表啊,应该有哪些,哪些表啊,那么 在这边呢,我就新建一个页面啊,新建一个页面,那么首先呢,我们是 我们这边呢,已经有这个UI的界面了啊,我们就对到这个界面啊,给大家分析一下啊,我们这里面 它的一个表,首先呢,我们给大家看这个用户模块里面的这个 注册页面啊,注册页面,然后 那你看到这个注册页面对吧,注册页面 它的功能呢,是完成这个用户的 注册,那我输这个用户名密码邮箱之后,那么 它的这些信息 要保存在哪里,是不是数据库里面 那么就对应着你就应该有一个用户表啊 应该有个用户表,那么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就会有一个 用户表啊,用户表 OK啊,这是它,那么 关于这个用户表的话啊,我们 分析一下用户表里面啊,有哪些内容啊,有哪些内容 那么 好,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啊 你看一下这个 页面,那么这个页面的话 这个用户名密码,对吧 那么所以呢,这边呢,需要有这个 用户名 用户名啊,然后再往下呢,是这个 密码,密码之后呢,还有一个 邮箱,对吧 还有个邮箱 好,还有个邮箱啊,这里面呢,是我们从这个 界面上看到的,对吧,那么还有什么 好 那么看一下啊 表本身呢,我们这个 表本身的这个主件呢,我们先给它加上去啊 就这个表的本身的一个 ID啊,好,这是我们从这个 注册啊,页面上我们看到的这个用户表里面应该有这么几个东西啊 看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页面 比如说我要看一下这个登录页面 看一下登录页面啊 OK,这样一个页面 好,那么这里面呢,这个用户名密码,这些是在哪呢 是在哪儿,哪儿表里面应该 对吧,这个其实呢,你去登录的时候 是不是就根据你的用户名密码 去这个用户表里面去查一下 有没有,对吧 有没有啊,所以这部分呢,不涉及到这个表操作啊 然后我们看用户中心里面呢 还有一个页面,叫做User Center Site啊 就这个用户中心的这个 地址页面 那你看到这里面啊 你看到它这里面 好,看一下这个页面啊 那么这里面呢,会有这个 手键人 详细地址,邮编 还有呢,这个 手机啊,还有这个手机啊 就在这边 收键人 收键人啊 我们的收键人 那么 收键地址啊 那么地址啊 还有这个 邮编 对吧 联系方式啊 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联系 方式 对吧,联系方式啊 那么这这样几个东西 这样几个东西之后呢 这是我们从页面上看到的啊 然后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个人信息 对吧 个人信息这边呢,它需要这个用户名 需要这个联系方式和这个联系地址 我们这边是不是都有了 对吧 都有了啊 那么你像这个订单呢 它订单信息呢 它涉及到我们的订单模块里面表啊 这里面呢 不在我们的这个 用户里面的分析之内啊 就是我们一会儿到订单再说这一块啊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用户中心的这五个页面啊 这五个页面呢 我们看到页面上有这些内容 下面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给大家分析啊 它应不应该放在这个用户表里面啊 那么首先这个表本身呢 有一个ID作为这个表的主件 对吧 然后呢 每一个用户呢 都有一个用户名 有一个密码 有一个邮箱 对吧 有一个邮箱啊 那么下面呢 还有这个 收件人地址 邮边和联系方式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你就要考虑一下 你要去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你要是做这个 一个用户是只能添加一个收获地址 还是一个用户呢 可以添加多个收获地址 对吧 假如说你一个用户呢 他添加一个收获地址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直接跟在这条数据的后面啊 但如果一个用户呢 他可以添加多个地址的话 你如果还放在这个用户表里面呢 你就要考虑对吧 哎 我怎么在一行数据里面去保存用户的多个收获地址 对吧 哎 那么你经常会看到啊 电商里面很多都是啊 这个一个用户呢 是可以添加多个收获地址的啊 所以这一部分啊 一个用户呢 添加多个收获地址 哎 这就涉及到一个一对多的关系啊 像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需要呢 把它单独的拿出来啊 成立建一个新的表 对吧 这个表呢 就是我们的地址表啊 地址表 哎 在这里面有个地址表 那么这个地址表的话啊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呢 哎 保存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内容 哎 就是收件人 地址 邮编 联系方式 对吧 同时 哎 这个地址到底属于哪一个用户呢 哎 这个地址到底属于哪一个用户啊 它是不是对应这个表的一个主件 对吧 你在这边呢 还应该有一个叫做用户 ID啊 用户ID 就对应这个表的主件 好 本身这个表呢 还有一个自己的主件 叫做 ID 好 哎 这是我们这个地址表啊 然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地址表里面呢 在你去添加的多个地址之间 有一个呢 是这个你的默认收获地址 那么到底这个地址里面 哪一个是你的默认收获地址啊 这里面呢 你要加一个相应的标识 哎 就叫做是否默认 对吧 比如说 零代表呢 不是默认收获地址 一呢 代表 是默认收获地址啊 所以在这个表里面呢 最终还有一个标识啊 叫做是否默认的一个标识 这一部分的话啊 它是我们的这个 地址表里面的内容啊 地址表里面的内容啊 那么 地址表里面的内容回过来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去看我们这个用户表啊 用户名义码邮箱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给大家说我们这个需求的时候呢 我们说我们这个需求呢 在我们的用户注册完成之后 我需要给用户的注册邮箱 发一封邮件对吧 让用户呢 进行一个激活 那么用户注册完之后 用户的这个账户到底有没有激活 你需要呢 去做一个记录啊 所以在这边还有一个 激活的标识对吧 是否激活的一个标识啊 就激活的一个标识啊 标识 比如说这里面呢 我们就代表这个零呢 我可以代表这个 未激活一呢 代表激活啊 这是这个字段啊 它来的这个东西啊 然后除此之外啊 除此之外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刚上面的分析 那我们说 我们做这个 模块的话 我们有这个用户模块 也有这个后台管理模块 对吧 那么 像用户模块呢 它是普通的用户进行注册之后 它可以呢 进行一个登录 对吧 那么后台管理员呢 它也是一个用户 它呢 是用于这个后台 登录啊 那你就想一下 这两个用户呢 都需要这个用户密码邮箱 那我们呢 是把这个 普通的用户 跟管理员的用户 是分开放 还是放在一个表里面 哎 可不可以放在一个表里面 对吧 那么 可以放在一个表里面啊 就是因为这些用户 是不是都有这个 用户密码邮箱 对吧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呢 再去建一个表啊 那么 既然放在一个表里面的话 我们就要标记这个用户呢 它是一个 普通的用户 还是一个超级的 管理员啊 还是一个超级管理员啊 就普通的用户 它是不能去登录 这个后台管理 页面的啊 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在这里呢 哎 还有一个 叫对应的啊 就是我要再来一个标识 去标记 它是一个 普通用户 还是一个管理员啊 这个呢 叫做全线标记啊 全线 哎 标识啊 全线标识 OK 那么 全线标识啊 哎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啊 用户表里面的内容 ID 用户名 密码 邮箱 激活标识 还有这个全线标识啊 是否是这个管理员 那么地址呢 哎 它就是这个ID 收件人 哎 收件地址 然后呢 邮编 还有这个联系的 方式 是否默认 另外 它这个地址呢 属于哪一个用户 它还对应着一个用户的 ID 那么 这两个表之间呢 它俩呢 就是这种一对多的 关系啊 它俩就是这种一对多的一个 关系啊 这是这个啊 这是我们 用户模块里面 给大家分析出来的 哎 这两张表啊 这两张表啊 哎 用户表 地址表啊 这两张表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再给大家看我们这个商品相关的模块啊 首先它的这个 首页 详情页 还有这个 列表页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首页啊 首页 那么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首页啊 这里面有一个index index啊 那么首页的话 我们说这里面呢 展示这个商品的信息 对吧 那么这个商品的信息呢 我们说商品的信息 它就应该存在一个表里面啊 那么在我们这个商品的信息表里面 应该具体存放哪些东西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商品的详情啊 页面 那么这边呢 你就看到啊 这个在这个页面上 你就应该看出来 商品里面到底应该存放哪些信息 对吧 看到 所以我们这个商品模块里面 我们首先就应该有一个商品的表格啊 在这里面呢 会有一个商品表啊 就是商品表 记录商品的信息 商品表 那么这个商品表里面呢 我们就对照我们这个商品的详情页面啊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商品表里面 到底要存放哪些信息 把哪些信息啊 OK 那么首先 本身的一个ID对吧 主件啊 我们就在这边写上ID 然后呢 再往下看啊 你看到商品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名称 对吧 名称之后呢 下面这一块呢 是它的一个描述 相当于它的一个简介 对吧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价格 单位 哎 我们给大家写一下啊 这里面 名称 那么 简介 也就是描述 那么还有一个价格 哎 下面呢 还有一个 单位 对吧 单位啊 哎 这样几个东西 然后 下面呢 我们要再给大家说的这个单位呢 你看到 再往下看啊 还有什么 好 数量 那么这个数量的话 你注意 这个数量呢 是我们让客户端的 让客户呢 能够进行一个 编辑啊 就点击增加 或者是减少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它的后面应该有一个对应的商品的库存量啊 库存量 就是 我的吧 假如说你 你想 你想买这个 200件 但是我只有100 你这个肯定不能 让你买了啊 所以这边呢 哎 对应着有一个叫做商品的 互存啊 商品的 互存 OK啊 这是这个 然后呢 再往下 我们继续的去往下看 我们这里面呢 有什么内容啊 有什么内容 好 那么 再看啊 这里面呢 有一个 商品的 详情啊 对这个商品呢 进行一个 介绍啊 那么所以这边呢 还有一个商品的 详情啊 商品的详情 商品的详情啊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再往下看啊 再往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啊 啊 图片 对吧 商品这边呢 还有一个 图片啊 还有图片 哎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 哎 还有没有 其他的内容 好 评论啊 是吧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给大家写上啊 这个 评论啊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 我们看一下页面上 还有没有其他的 看一下啊 对吧 哎 所以呢 你页面上 你能看到的 就这么多啊 你能看到就这么多 你像这个总价的话 对吧 你选择的时候 这是不是变化 这不应该是在这个表里面的啊 然后 我们给大家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 比如我这个商品呢 我们说我们的商品呢 在我们这边呢 分为这么几大 种类 对吧 它到底属于哪一个种类 我们应该有一个对应的 记录啊 应该有一个对应的记录 那你就考虑一下啊 我这里面呢 需要呢 再有一个商品的种类啊 对吧 商品的种类 那么这个种类 我应该怎么进行保存 哎 对吧 种类的话 我是直接写在这个表里面 还是我单独建一个商品的种类表 哎 啊 那么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需要呢 再有一个商品的种类表啊 商品的种类表 那么在我们这里 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来一个啊 叫做商品的种类表啊 商品的种类表 那么 商品 种类表啊 商品种类表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商品种类表里面 我们先分析一下 商品种类表里面 我们首先 本身表的一个ID 哎 它的一个 主件 然后呢 还有这个种类的 哎 这个种类叫成名字 对吧 种类的一个 名称啊 种类的名称啊 那么 这个商品种类表呢 ID种类的名称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应该保存的是这个 种类的ID 对吧 哎 种类的ID啊 OK 那么你知道这些东西之后啊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啊 从上网下看 我们看一下这些信息 应不应该放在我们这个商品标里面啊 首先这个ID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商品的名称 商品的简介 那么商品的价格 单位 库存 还有它的一个 详情 然后呢 还有一个 图片 那么这个图片的话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图片 那么 你每一个商品呢 你会发现 你去浏览这个网站的时候 这个商品的图片 它可能有 很多张啊 很多张 那么这个时候 很多张的话 就又涉及到 跟我们的一个用户 对应多个地址一样 一个商品对应多张图片 那么 你呢 在一个表里面 一条记录呢 你就 存不下啊 那么你需要呢 把它 拿出来啊 再来一个表 商品的图片表 商品图片表 所以下面呢 会有一个商品的图片表 这里面有一个商品的图片表 那么在商品的图片表里面呢 我们在这边呢 就有这个ID 对吧 首先本身它的一个主件 然后呢 我要记录这个图片 对吧 图片 它的一个路径 图片 然后还有什么 它属于 这个图片是属于哪个商品 对吧 还有一个商品 ID啊 还有一个商品 ID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 没了 对吧 好 那么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图片表 拿出来之后 你就要考虑一下 我们有了这个图片表之后 我在这个商品表里面 我还要不要去放这个图片 OK啊 那么这个 如果不放的话 我们查这个商品的图片 是不是可以查到 对吧 我们 它是可以查到 关联查语可以查到 但是你现在啊 你需要去做一个考虑 在我们这个 首页和我们的列表页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列表页 那么在这里面呢 你看到啊 在我这个里面 那么你进入这个 list的页面的时候 我是不是显示这个商品的 种类的信息 对吧 假如说我一页呢 我显示这么多个商品 那么你单单的去从这个 商品表里面去查的话 你是不是查不到它的图片 对 你是不是查不到它的图片 那么为了显这个图片 你是不是每一个商品 根据ID呢 跟这个表进行一个关联 关联之后 查出它的图片再取 对吧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显示这么多 商品就要关联这么多次 就要关联这么多次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它就 直接呢去 跟表呢 去需要关联多次 才能去查到这个商品的图片啊 直接呢 就影响了你的一个 执行的一个效率啊 进行的一个效率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啊 虽然它不 它可以不放在 不放这个图片 我们也能拿到图片 但是我们为了这个 效率啊 我们还是呢 把这个图片呢 在这边 再放一个啊 就我这个图片呢 我只记录一张 对吧 我只记录一张 就在这边呢 我们放一下这个图片啊 我记录这个商品 对应的一张图片 那么这种呢 虽然从分析上面啊 我们其实呢 可以不放它啊 但是我们 在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放一张图片 这种呢 我们把它叫做啊 开发的时候啊 叫做以空间 去换取这个时间啊 以空间 换取这个时间 好 那么你 把这个图片 放在这个表里面 它的一个好处就是 你到 你显示某一个种类的 商品的信息的时候 我是不是 从这个表里面一查 这个图片是不是就有了 我就能显示了 对吧 我不涉及到这个表之间的 关联查询 好 同样的道理 包括我们的首页这边的 商品信息的一个显示 是不是 我也是从这个商品表里面 一查是不是就显示出来图片了 对吧 所以这一部分呢 这里面我们还是在这边呢 去放了一个图片啊 它呢 就是以空间去换取这个 实践啊 实践 OK啊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啊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叫做 评论 那你就考虑一下啊 商品的评论 什么时候应该有 是不是你买了之后才有 对吧 并且呢 一个商品是不是 可以对应很多的评论 对吧 所以这个评论呢 它是不能去放在这个商品表里面的啊 那么它放在哪 我们先把它拿出来啊 等我后面再给大家说啊 先把它拿出来 它是不应该放在这个商品表里面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这个种类的 RD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再给大家说一个啊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商品的一个状态啊 那么你去浏览商品的时候 你经常你会发现啊 你比如说你过几天 你点击某一个商品 它告诉你这个商品下架了啊 商品下架了啊 那么这个商品到底是上架还是下架 这边有应该有一个相应的状态啊 那么所以这边呢 有一个状态啊 你比如你比如这个状态标记呢 我零对吧 就可以呢代表它是下架 一呢代表它是上架 对吧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商品啊 就我们这个商品 OK 这是它啊 然后这是商品表里面内容 ID名称简介价格单位库存详情图片 种状态种类ID啊 种类ID 好 那么往下呢 我们给大家看 我们刚刚分析的这个商品的种类表 我们在里面呢 只写这么两个 东西啊 一个呢是ID 一个种类名称 那么我们就到首页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商品的种类 它需要包含哪些细节 你看到 首先这个 这里面是这个种类的划分 对吧 那么这是这个种类的名称 那么在种类的前面呢 你注意啊 它还有一个对应的小图片啊 叫做logo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在后台呢 进行一个动态的指定啊 也是可以在后台动态指定 那么到底什么指定 在我们这边呢 你还要去记录一个 叫做它的一个logo啊 logo 通过这个logo啊 指定这个种类里面 显示的这个小图片 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这是这一部分 然后除此之外呢 你看到每一个种类的下面 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个图片 对吧 这样一个图片啊 比如海线下面 是不是有一张这个图片 对吧 每一个种类下方 都有一张这个图片 那么这个图片的话 我们也是允许这个用户呢 能够在后台 进行一个动态的指定啊 它是属于某一个种类的图片 所以我们还是给它放在这个 种类表里面 叫做它的一个图片啊 它的一个图片 这是我们种类表里面 我们要放的内容啊 我们要放的内容 OK 那么这是这一部分啊 这是这一部分 看到啊 我们的商品表 商品图片表 商品种类表啊 那么你知道这些东西之后啊 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啊 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比如我打开这个 我现在打开这个京东 打开这个京东啊 打开这个京东 打开京东之后呢 你比如我搜索啊 我就搜索这个iPhone7 那么你搜索iPhone7之后呢 你随便点进来一个啊 你随便点进来一个之后 那么你会发现啊 这个iPhone7的话 它的下面呢 给你列出来其他的东西啊 比如说 现在呢 我们搜索点过来 是不是亮黑色的 对吧 它的下面呢 还有让你选择这个 颜色啊 比如说这个金色 玫瑰色啊 你比如你选择一个银色的 好 这边是不是发生了 页面是不是刷新了 看到没有 对吧 你点击这个 哎 玫瑰金 哎 是不是又变了 又变了啊 那么像我们这些产品呢 虽然它都叫iPhone7 但是它是不是一个 它是不是一个具体的商品 哎 你看啊 虽然都是iPhone7 但是每一个具体的商品 是不是不一样呢 就它的规格是不一样的 它可能是玫瑰金 它可能是这个 32G或者128G 对不对 那么这些东西啊 你注意 你单纯的去说一个iPhone7的话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商品啊 它是一个通用的概念 一个具体的商品一定涉及到这些具体的规格 对吧 一定涉及到这些具体的规格 那么这些的话 你就要考虑一下啊 比如说在它的表里面去存储这些东西的时候 它怎么存这个信息 你它的玫瑰金的这个iPhone的手机 要不要对应商品表里面一行数据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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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要啊 然后黑色的 它是不是要对应一行数据 对吧 那么这些iPhone7之间 是不是有一个通用的属性 它们都是iPhone7 对吧 那么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去做这个商品的信息的时候啊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详情页面 那么详情页面的话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品的详情页面啊 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单位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表里面 商品表里面呢 它的单位呢 可能呢有这个 比如说有这个 500克的草莓 对吧 它可能有这个500克的草莓 它还有这个 盒装的草莓 它还可能有这个 盒装草莓啊 盒装草莓 它还有这个 盒装的或者是两斤的 对吧 2000克的一个草莓 那么 这些东西的话 你比如说500克草莓 它算一个商品 对吧 因为它单位是不同的啊 然后盒装草莓呢 是不是也算一个商品 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 表里面要不要有对应的记录 要不要有对应的记录 OK啊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 但是这些记录 它们是不是有一个通用的 都叫草莓 都叫草莓啊 好 你知道这个之后啊 下面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呢 就是我们电商里面啊 你需要去了解的概念 SKU和SPU的概念啊 SKU和SPU的概念 那么知道这个东西呢 首先啊 SKU啊 它呢 是这个标准产品单位 什么意思啊 就是商品信息聚合的一个 最小单位啊 你比如举一个例子啊 iPhone 7 这个东西呢 就算一个SKU 它呢 是跟这个具体的商家 颜色款式和到餐呢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就是它是一个通用的概念 对吧 这个iPhone 7 它呢 就是一个SKU的概念啊 然后呢 对应着SKU 还有一个叫做 SKU 那么SKU呢 就是代表这个库存量的 单位啊 库存量的单位 那么 库存量是什么单位呢 你比如说 你是500克 你是一件还是一盒 对吧 或者是两斤 这样的一个单位啊 这就是这个SKU的概念啊 SKU概念 那么你比如这个 纺织品里面 这个SKU 通常表示这个规格 颜色 或者是款式啊 那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的 这个iPhone 7 它的这些颜色 版本 对吧 套装 还有这个标配 这些东西呢 就属于它的什么 SKU啊 一个具体的规格 对吧 一个具体的规格啊 那么你知道这个东西就 其实 我们的商品表里面 它保存的是商品的 SKU信息啊 商品表里面保存的是商品的SKU信息 就是每一个商品 无论 无论你是盒装草莓 或者是这个500克草莓 它里面都应该有一个对应的 记录啊 盒装草莓 盒装草莓呢 它是一个商品 500克草莓呢 它也是一个商品啊 它也一个商品 那么这个每一个商品呢 就对应着我们商品SKU表里面 一条记录 对吧 它的名称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名称呢 这个盒装草莓呢 可能是500克草莓 对吧 那么它的简介呢 可能是盒装草莓的一个 500克草莓的一个简介 同样的道理 盒装草莓跟这个500克草莓 它的价格呢 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单位是不是也不一样 对吧 然后呢 库存也不一样啊 库存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啊 那么图片呢 也不一样 对吧 状态呢 也不一样啊 然后这个详情 你就要考虑一下啊 详情这种东西呢 其实呢 无论是这500克草莓 还是这个盒装草莓呢 它的详情呢 经常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啊 那么所以这一部分呢 既然它一样的话啊 我们刚刚呢 给大家说到了这个 SPU的概念啊 SPU它就是一个通用的 通用的概念啊 它是一个通用的概念啊 就是这些商品呢 都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抽出来啊 你注意啊 把它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呢 我们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表 这个表呢 是商品的SPU表啊 在这里面有个商品 SPU表啊 SPU表里面 我们要保存哪些东西 就是保存这些商品的 通用的概念啊 通用的概念 比如说安放期 它就是一个通用的概念 那么草莓呢 也是一个通用的概念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 SPU表里面 主要保存这些内容啊 往这些内容 那么 在这里面啊 注意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你去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么SPU表里面 首先表本身对吧 有一个 ID 那么这个SPU 商品SPU表里面 这些商品呢 到底它的大类名称叫什么 我们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盒装草莓 或者是500克草莓的话 都叫这个草莓 所以我们需要呢 记录一个名称 记录一个名称啊 然后再往下啊 那么刚刚我们给大家说 这个详情对吧 无论是盒装草莓 还是500克草莓的 它的详情呢 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呢 就把它呢 抽出来 也把它放在 这个地方啊 也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OK 那么 然后呢 你就去考虑一下啊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 我在这边 我们呢 这个商品的状态 盒装草莓 跟500克一不一样 不一样 对吧 不一样 我们就不打抽出来 然后呢 这个种链ID呢 种链ID呢 对吧 种链ID一样啊 一样的话 那你考虑一下 我们要不要把它放过来啊 我们要不要把它放过来啊 OK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呢 你 其实呢 你可以把它 放过来啊 但是放过来之后 它有一个坏处啊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要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 什么坏处啊 还是呢 我们 假如说 把这个种链ID 放到SPU表里面之后 还是我们这个 列表页面 在列表页面这边 你去 查询某一个种类的 商品信息的时候 哎 你是不是要 查询某一个种类的 商品信息的时候啊 你是不是要 要去进行这个 关联的查询 对吧 要去进行关联的查询啊 所以这边呢 虽然它 是所有这个 盒装 或者 盒装草草莓 乌亚草草莓 它是相同的 但是我们不把它放在这边啊 我们为的就是 查询某一个种类商品的 信息的时候 我就直接从这个表里面呢 去查 就不是到这个表之间的 关联啊 不是表之间的关联啊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还是把它放在 这个里面啊 放在这里面 但这个详情的话 你注意啊 这个详情的话 我们说 我们到达这个商品 详情页面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 显示商品的详情信息 对吧 商品的详情信息 我们是不是要查询 商品的详情 详情这边 是不是要有一个关联 对吧 商品之间 详情要有一个关联啊 但这个关联呢 我们说只是在 商到达商品详情页面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关联 你像其他的这个 列表页 其他的这个啊 列表页 或者是首页 这些地方呢 我们直接从商品表里面呢 就可以呢 把它查到啊 就不涉及到这个表之间的 关联 所以呢 我们还是呢 去把这个 种类的ID呢 把它放在我们的商品 SQO表里面啊 SQO表里面啊 OK 那么同时 有了这个 商品的 SPU表之后 我这个商品到底属于哪一个 SPU对吧 我这边呢 需要有一个最硬的 SPU ID啊 就是SPU ID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概念 SPU ID 好 那么 有了这个SPU ID之后 我们可以干嘛 你注意我们可以干嘛 你比如说啊 现在 假如说你现在 你点击这个草莓 对吧 你点击的是这个 500克的草莓 那么它给你跳转到 这个500克草莓的一个 详情页面 它给你跳转到 这个500克详情的页面 那么 我就可以在我们的 页面的这个位置呢 给你列出来 草莓的其他规格 比如说我们的 数据库里面吧 还有这个 盒装草莓和这个 哎 2000克的草莓 那么我就可以呢 在这边呢 把它查出来 然后呢 给你在这边 列出来啊 给你显出出来 告诉你这个商品 是不是还有其他规格 对吧 比如说这个 盒装 然后呢 下面这个位置呢 还有一个 袋装 对吧 还有袋装 或者是 袋装 这些啊 其他的规格 OK 那么 可能还有其他规格 比如说2000克的 一个规格啊 2000克的规格 那么这些呢 都对应着一个具体的 商品啊 具体的商品 2000克这样的规格 我就可以在这边呢 给你把它 列出来啊 你选择 是不是到达这个盒装了 对吧 那么这一部分啊 我们首先给大家说 我们怎么去查询一个啊 跟一个商品 同 跟一个商品啊 属于同一个SPU 但是不同规格的商品信息 我们是怎么查的啊 首先 比如说你首页呢 你去点击这个500克草莓的时候 这个500克草莓的信息 我是不是从这个 表里面给它查出来啊 我是从这个商品SU表里面 查出来啊 对吧 我根据你点的那个500克草莓的一个ID 我是不是查出来了 对吧 查出来之后 这条数据 我查到的这条数据里面 是不是有个SPUID 对吧 有了这个SPUID 之后 我根据这个SPUID 再去这个表里面再查 那么查到的 是不是一定属于同一个SPU的一个商品 对吧 既然有了这些商品之后 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详情页这边 给它列出来 对吧 列出来它的其他规格 对吧 其他规格啊 它们同属于草莓 只是它们的规格 不同啊 不同 OK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呢会把它呢 放过来啊 清建一个商品的 SPU表啊 SPU表 你这里面啊 你注意啊 你做电商的话 你是一定要知道这个 SKU和SPU的概念啊 那么 SKU它就对应着具体的一个商品印象 那么具体的核装草莓是一个商品 500克草莓是一个商品 2000克草莓呢 也是一个商品啊 商品 好 那么这些商品呢 它都有一个通用的概念 它都属于这个草莓 这个草莓呢 就是一个SPU的概念啊 SPU的概念 然后呢 这些草莓的详情呢 它都是一样的 这里面详情呢 也是一个通用的东西啊 所以呢 我们也是把它放在这个商品 SPU表里面啊 那么在这里面 你要注意我们这个表的一个划分 好 那我们既然把这个商品表 我们拆分成了SKU和这个SPU之后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商品图片 这个里面图商品的ID应该写哪一个 写哪一个 写哪一个 SKUID对吧 SKU才对应着一个具体的商品啊 SPU它是一个抽象出来的东西啊 它是一个抽象出来的东西 所以商品图片表里面 我们应该是记录的上面这个表的SKUID啊 就对应着这个表的ID 好 你知道它啊 知道它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啊 就我们这个SKU SPU啊 然后 你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的商品表我们出来之后啊 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首页啊 首页 那么在首页这边呢 我们还有一部分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说首页商品的一个轮波信息 对吧 那么这些呢 我们是需要呢 动态的进行一个指定啊 动态进行指定 那么这里边呢 你就应该有一个对应的表格啊 来能够让你去指定这些信息 好 所以这边呢 还有一个啊 对应的这个表呢 就是商 首页 轮波商品的一个 表啊 首页 哎 首页啊 轮波 商品表啊 那么在这个首页轮波商品表里面 我们需要去做哪些东西啊 首先 哎 第一个呢 我们就先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本身表的一组件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再看一下 我要轮波某一个商品 我是不是要记录 我轮波的是哪一个商品 对吧 这里面写哪一个ID 商品ID 对吧 就是这个 SQID啊 SQID 然后 再往下呢 SQID之后 我们看到啊 这个 这个图片 哎 它呢 显示的这个图片 对吧 它不是这个商品的 具体的图片 就我可能是单独做的这样一个 Banner 对吧 这样一个图片啊 所以这个图片是谁 你需要呢 去做一个 记录 哎 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 图片 哎 图片啊 就是我在这个首页 轮波展示这个商品的时候 这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图片 对吧 轮波的图片是谁啊 我在这里面呢 需要有一个记录啊 需要有一个记录 好 这是它啊 那么 另外的话 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 需求 就是我们可以呢 去指定这个图片 它的一个轮波的顺序 就是谁在前面 谁在 后面啊 谁在前面 谁在后面啊 那么这个怎么做 好 你看到这边啊 这边呢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方案 就是我可以在表里面去加一个字段 比如说我加一个index啊 那么你 你去添加这个首页轮波商品信息的时候 假如说我们 你添加这个index 是不是 展示啊 比如说这个展示的 我们要展示这么四个 对吧 哎 你可以呢 设置一个1234 你通过这个1234呢 去控制它的一个显示 顺序 对吧 比如说你 如果是四 我就给你展示在最前面 对吧 然后呢 一次往后去展示啊 一次往后去展示 哎 这是我们这个index 它的一个作用啊 就是控制我们这个商品 首页轮波商品 它的一个展示的顺序啊 展示的顺序 哎 这是index 它的一个作用啊 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 是我们首页轮波商品的一个表格 然后呢 在它的右侧 还有一个 首页的促销活动的一个页面 对吧 这些页面呢 我们说也是需要呢 动态进行一个指定啊 所以在这边 它呢 还是呢 对应着一个表 这里面 首页这个促销活动表啊 促销 促销啊 哎 活动表 那么首页促销活动表里面呢 我们这边还是有一个表啊 有一个表 那么 在这里面 首先表本身的这个 ID啊 表本身这个ID 那么表本身ID之外呢 下面 再往下去看这个活动 有一个活动的图片 对吧 活动的图片啊 所以呢 你这里面应该有一个活动的图片啊 活动图片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东西啊 这个后面 你点击它应该干嘛 对吧 这个呢 它可能不是跳转到一个对应的商品啊 你 你一点击 它有可能给你跳转到一个对应的活动页面啊 活动页面 那么这个在表里面 我们应该记录什么呢 我们应该记录这个活动的页面的URL地址啊 URL地址 活动的URL地址啊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它啊 这个字单的记录这个活动的URL地址 好 那么 同样的道理 那么 我们呢 也想可以指定控制它的一个顺序 谁在哪一个对吧 在上面哪一个在下面 我这里面还是可以去加一个 index啊 进行一个控制啊 进行一个控制 OK 这里面呢 是这个 上 首页啊 促销的一个 活动表啊 活动表 OK啊 这是它 然后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 首页轮波商品表 首页促销活动表 然后呢 再往下看啊 我们说 在这个位置呢 这个展示的这个商品种类的信息 对吧 那么这些呢 我们也是呢 需要它动态进行一个指定啊 动态进行指定啊 那么你像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呢 哎 这一部分也是通过动态指定 我们就需要 还需要有一张表啊 这张表呢 这个首页的分类商品展示表啊 首页分类商品展示表啊 首页分类商品展示表啊 那么在这个 首页分类商品展示表里面呢 我们需要记录的这些东西啊 那么首先 ID ID之后呢 下面我要展示哪一个商品 对吧 我要展示哪一个商品啊 我这里面应该有一个 S KU ID 对吧 SQID啊 SQID 好 我这个商品呢 我要展示 我这个里面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东西都是分种类显示的 对吧 在这个表里面呢 你还需要去记录这个种类的ID啊 我要查询 我要展示某一个种类的时候 我直接根据这个种类的ID呢 我就可以呢 把它 查出来啊 种类的ID 然后 那么 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你注意啊 我们说这个东西呢 我们还有一个展示的一个顺序啊 展示一个顺序啊 你注意 展示的一个顺序 这个价格呢 是你通过这个SKUID 你去这个表里面 不就查出来了吗 是吧 那么所以这一部分呢 还要有一个啊 展示的顺序 也是通过这个index呢 实现一个控制啊 实现控制 好 除此之外 你注意啊 在我们这个上面呢 我们说这个展示的商品呢 它分为这个图片商品 和要有这个文字商品啊 那么这一部分 你想一下 我们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啊 我可不可以放在这个表里面 但是放在这个表里面 我就要知道 它是以这个文字展示 还是以这个图片展示 对吧 所以你应该加上一个 展示的一个标识啊 展示的一个标识啊 展示的标识 比如说你这个位置 写的是零的话 我就是把它 直接展示为一个标题 你写的是一的话呢 就展示一个图片啊 这里面呢 是我们的首页 分类商品展示表 里面SQID 总链ID 展示的标识 你为零的话 我在这边呢 就给你展示在这个位置 你为一的话 就展示在这个位置啊 然后最终 我们说呢 还有一个叫做index 这个index呢 是控制这些商品 谁在前面 谁在后面啊 谁在后面 OK 那你像下面的这些呢 信息的都在我们的这个 首页分类商品展示表里面啊 都在这个里面 这是我们给大家分析的这个表啊 那么 这个表里面你会发现啊 就跟我们这个 商品相关的表呢 它是这么几个啊 看到这三呢 都是我们首页上面的啊 首页轮播商品 首页促销活动啊 其实这个呢 还没牵涉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商品啊 它是首页促销的活动 对吧 但是它在我们的商品模块内部啊 然后呢 首页分类的商品的展示表 然后那么我们的商品表里面呢 就分为这么几个东西啊 商品的种类表啊 它是属于 这个种类呢 你注意啊 它是属于这个 新鲜水果 海鲜水展 猪牛羊肉 情类蛋品 新鲜初代 或者是速冻食品 对吧 这个种类啊 然后呢 再往下呢 商品的SPU表啊 SPU表呢 我们说 它是商品的一个抽象的概念 草莓呢 就是一个SPU 那么 所有的这个 具体的这个商品呢 才是一个SQ的概念 核专草莓 它是一个产品 500克草莓呢 也是一个产品 2000克草莓呢 也是一个商品啊 它就是一个SQ SQ SQ里面 一些商品的 共用的东西 我们给它抽出来 就是一个SPU SPU OK 那么 然后呢 这个商品的图片 这个商品的图片呢 就对应着一个具体的 商品 对应的具体商品 OK 那么这一部分啊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商品模块里面的表 商品模块里面表 对应该是一个商品模块里面的表